慢性盆腔炎怎么治疗?一,一般治疗。 增强治疗的信心,增加营养,锻炼身体,注意劳逸结合,提高机体抵抗力。 避免再次感染或者感染范围扩散。二,物理疗法。 温热能促进盆腔局部血液循环,改善组织营养状态,提高新陈代谢,以利于炎症吸收和消退。 同时配合相关的药物治疗,可促进集体对药物的吸收和利用。 常用的有短波、超短波、微波、激光、离子投入,可加入各种药物如精酶素、酶酶素等。 三,抗菌药物治疗。 长期或反复多种抗菌药物的联合治疗有时并无显著疗效,但是对于年轻需保留生育功能者,或急性发作时可以应用,最好同时采用抗医原体或支原体的药物。 四,其他药物治疗。 应用抗菌药物的同时,也可采用明蛋白酶或玻璃酸酶,透明质酸酶,即内注射,隔天一次,七至十次为一个疗程,以利于粘连分解和炎症的吸收。 各别患者局部或全身出现变态反应时应停药。 在某些情况下,抗生素与D三米松同时应用,口服的三米松,每天三次,停药前注意左道的三米松逐渐减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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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